说出你今天的想法 就是想剪短一点 但是又不要太短 他干真全网为一个 有着比整容更厉害技术男人 可以说只要他给顾客换个发型 就看笔换头 神机指数高达五颗星 这个男人他就是山城小丽群 期间有网红来找他剪头发 明明前一秒还是个说脱口做的徐志胜 下一秒就变成了在校大学生 尽显阳光帅气 这根本就不是剪头发 应该就是整容 后来又来一个不想剪头发 但又想有变化的帅气鸟哥 这段话还没说完时候 小丽群就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剪完头发以后 发现真就超出了自己原来的预期 不管是从形象还是从气质 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一瞬间变成城市白领 小丽群甚至可以帮助小伙 完成他梦里的发型 成功打造出一个全新颜色 五彩斑斓的粉 在经过一番打造之后 之前还是文质彬彬的小哥 鸟变身裤爪小狼狗 颜值完全不输任何爱抖 而且老西谷张双利 也来找小丽群剪过头发 换头以后成功变身为 拥有儒雅气质的大叔 从小丽群这里可以成功证明 颜值和年龄真的毫无关系 之后有同行过来找茬 他依旧可以使用自己 鬼附成功的技术 让对手惊叹 就算提出其他过分要求 小丽群也依旧可以做到 胸有成竹 甚至可以这么说 不管是谁提出的要求 小丽群都会超过 完成顾客的预期 当遇到前男友的现男友时 也是暗车车的来了一波较量 除了明显可见的手上功夫外 打嘴账的功夫可以说也很棒 最后这个现男友 不仅斗嘴炒不过小丽群 还被他剪头发的实力征服 因为在来之前 和和普通大众脸没什么区别 想完后马上变成另一种形象 在这期间还有小哥哥要求 染一个红派对的发色 这很明显是为难 毕竟这样的搭配 谁也不敢轻易接受 但是对小丽群来说毫无问题 染好之后还看出一种 特别的高级感 这可以说他的技术 真就已经达到了 出生入化的地步 网友们在看过这样的视频之后 也忍不住感慨 自己一定也要去找小丽群 帮忙换造型 其实对于很多网友来说 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但为什么大家都对他很满意呢 而且仅仅用力 一个月的时间就涨粉200万 一时间成为了全网最厉害的理发师 因为和其他理发师比起来 在小丽群这里 完全不会出现翻车现场 当顾客提出自己的想法师 也总是会用最短时间 理解顾客的想法 就算有时候遇到 提出不要剪太多 也不要剪太短的情况 他也丝毫不畏惧 能顾及到顾客的预期不说 最重要的是 能把顾客打扮得相当帅气 小丽群之所以能成为 全网最熟患理发师 除了他高超技术外 最重要的是 他对待顾客的那番心 每当他接待一个顾客时 他都会根据顾客的脸型 五官提出最适合他发型建议 而且还会在剪的过程中 告诉顾客 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法 同时也会尊重顾客的想法 那最后的结果 自然不用说 依旧会让顾客满意 我的想法是 你可能不太适合往后 因为就你的脸型来说 你的脸型是上面比较窄 下面这个地方会比较宽 但是发级线这个地方 也会比较宽一点 就是比较高一点 比较突突了以后 就显得你太确实凹陷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你在全部把缺点暴露出来以后 其实从协调上来说 不算协调 但是如果你个人喜欢的话 那也可以 随着在网络上的不断走红 网友们更期望 可以体验一下他的换头数 因此小力寻也开始了 他的全国巡检 但众多的网友们 还是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小力寻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给男生设计发行 很少会有女顾客 但这样依旧不会影响 网友对他的喜欢 西班牙在小力寻 会发现他的原名叫刘宇 只是因为小时候 喜欢有小力寻 这样的电视剧热血高效 所以时常就会模仿他穿衣风格 时间一长便发现 他真的和小力寻 有了一些相似之处 而且小时候比较叛逆 差不多在13岁时 就选择辍学 自己原本想着要去外面闯荡 结果现实却是残酷的 在刚刚找到第一份工作时 因为身上没有多余的钱 就只能求老板 睡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且在气温高达 四五十度的挖掘机里 开过车 直到后来看见有很多的理发师 都打扮得很光鲜 而且还会结束到很多女生 然后想到理发师这个想法 就在他脑海里深根发芽 当然了 世界上的任何一份工作 都是不容易的 在他正式成为理发店学徒以后发现 和自己之前想象过的场景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工作基本上 都是在帮别人洗头 手指经常被泡到发白 当时他算只是一个洗头小哥 但是他却知道 应该要及时提升自己 所以当其他人 在忙完自己的事情 在一边玩手机时 他都会在一旁自己悄悄练习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技术也可以拿得出台面 让大家认可 而且还被邀请到 美发学校当起的助长 因为自己超前的实力 小力寻一步步从助长 到了主讲的位置 后来还到了管理层位置 直到2018年 他终于在重庆 开了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而且因为店里只有 他和表哥两个人 既然店名就是二刀流 一开始 他在重庆开了三家店 后来因为客流档的问题 他便开始在平台上 发一些小视频 但也万没想到 就是这些短视频 让他迅速走红 走红以后 他还经常会做一些公益活动 比如开展一员理发 至于去店里的规矩是 只要年龄达到70岁以上 就可以免费剪头发 可以说小力寻 真正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梦想 而且又非常的有正能量 所以大家都这样的网红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积极来评论区 留言讨论